有船你有了 其實他們問這個問題 那個字其實都不用回答 我在傳媒體攝影機 其實一拍就知道 有了還要肚子 所謂你們船那些 那麼凸 根本上沒有可能 背著那麼大的腰 大肚子的腰 還要抱著那麼重的兒子 根本上如果孕婦 我想應該不會這樣做 但現在我在Instagram自己那裡 肯定是沒有的 一定沒有 也都現在沒有 也都將來不會有了 因為真的夠了 不生了 OK Thank you 大家 近日港媒拍到張博之 帶著小兒子逛街 小兒子長大不少 扎著小啾啾 十分可愛 港媒上前詢問張博之 和四開船問是否為真 張博之並沒有回答 反倒是主婦記者 一定要幫兒子遮臉 不想模樣被曝光 隨後張博之在社交平台上 發視頻強調 他沒有懷孕 將來也不會有 張博之還表示 他稍早在商場逛街時 身上有綁育兒帶 如果是懷孕 就不可能會綁育兒帶 並稱有三個兒子都已經足夠了 真的夠了 不生了 其實早在三胎兒子出生沒多久 張博之就曾在採訪中表示 自己還要繼續生 也多次公開表示自己想要個女兒 甚至還曾在直播中透露 自己將成為四個孩子的母親 不知是否是因為單親媽媽實在是太辛苦 才讓張博之打消了生死胎的念頭呢 對此你怎麼看呢